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日前发表的财报显示,其半导体部门今年第一季度营收为25.1兆韩元,较上一季度下滑17%。 与此同时,台积电第一季度营收同比大幅增长42%,达到8393.5亿新台币,折合38.82兆韩元。 由此,两家企业之间的季度营收差距已超过10兆韩元。 据悉,三星电子设备解决方案DS部门营收下滑主要受到半导体出口管制等因素影响,导致用于AI晶片的高频款记忆体HBM销售下滑。 作为HBM市场的后来者,三星目前尚未进入灰达供应链,这使其HBM业务未能有效提振整体业绩。 相比之下,台积电业绩表现亮眼,主要得益于AI需求强劲,以及出于关税考量而进行的晶片库存积累。 三星证券研究员文俊浩指出,尽管台积电智慧型手机业务进入淡季,但高效能运算HPC业务的增长成功弥补了这一影响。 从历史数据看,三星曾在2021年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半导体营收榜首,但随着记忆体市场,自2022年第三季度起趋于疲软,台积电开始反超三星。 虽然三星在去年第二季度短暂重夺领先地位,但随着AI半导体市场快速增长,台积电自第三季度起再次领先,且差距不断扩大,从去年第三季度的约3兆韩元,到第四季度的8兆韩元,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0兆韩元以上。 有证券行业预测,三星DS部门今年第二季度营收有望回升至28至30兆韩元,主要原因是第一季度业绩触底,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实施前的传统晶片需求回暖。 然而,台积电已发表第二季度营收预期为284亿至292亿美元,折合约39至40兆韩元,较三星预期仍高出约10兆韩元。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表示,今年全年营收以美元计算预计增长20%中断水平,AI相关需求将持续强劲。 与此同时,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技术论坛台湾专厂已在新竹成功召开。 台积电全球业务资深副总经理继父共同营运长张小强表示, 2024年是AI元年,预期2025年AI将持续贡献半导体产业,预期2025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将同比增长10%以上。 2030年半导体业产值有信心可达到1兆美元。 张小强说,虽然当前市场很动荡,但半导体产业正经历振奋人心阶段,不过仍要专注半导体技术发展与未来展望。 2024年是AI元年,对半导体产业产生巨大贡献,预期2025年AI将持续对半导体产业带来巨大贡献, 包括5奈米、4奈米及3奈米等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技术。 从各中端应用市场来看,智慧型手机、电脑和物联网市场增长崩合,汽车试矿疲软, 不过半导体应用会不断推进先进技术,主要来自自动驾驶功能推动。 目前大部分采用12奈米及8奈米,预期未来会加速推进至5奈米等。 张小强表示,2025年半导体产业非常健康,将持续成长10%以上。 2030年半导体业产值,有信心可达到1兆美元,AI将是推动半导体成长的主要动能。 2030年半导体业,AI所占比重将达45%,手机比重约25%,汽车约占15%,物联网占10%。 对于台积电最先进的A14制程,张小强表示,A14制程预计2028年量产,与2奈米制程相比,在相同的功耗下,A14速度将提升10%至15%,在相同速度下。 A14将可降低功耗25%至30%,同时,逻辑密度增加超过20%。 AMD是台积电2奈米,首批客户之一,新一代CEN-6EPYC处理器,Mindex确认,将基于N2工艺打造,预计2026年上市。 AMD今年第一季度营收74.4亿美元,超过分析师预期的71.3亿美元。 AMD的数据中心营收为37亿美元,约占总营收的一半。 财报显示,AMD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7%, 该公司计划通过EPYC4005Gradle中低阶四伏器CPU进一步扩大市场渗透率。 日前,市场消息称,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Sanmina Corp正在洽谈收购AMD旗下的四伏器装配工厂, 目前相关谈判已处于高级阶段。 此次Sanmina洽谈收购的AMD四伏器装配工厂, 是AMD于2024年3月以49亿美元收购City Systems时获得的。 当时,City Systems是音叶达的长期AI四伏器组装合作伙伴, 专门为其提供AI四伏器组装服务。 然而,AMD收购City Systems旨在提升其在AI四伏器领域的竞争力, 但后续决定剥离这部分制造业务, 以避免与戴尔、惠普等客户在制造业直接竞争。 此前在今年2月,AMD曾计划以40亿美元估值出售该数据中心制造工厂, 并与多家亚洲企业进行谈判, 台企广达电子、英叶达、合硕联合以及伪创资通等均有益竞购。 台企电也在潜在买家之列。 不过目前来看,Sanmina的收购谈判已处于高级阶段。 对于Sanmina来说,若成功收购AMD这些四伏器装备工厂, 将有助于其进一步拓展在四伏器制造领域的业务版图, 强化其在电子制造服务行业的领先地位。 而对于AMD而言, 剥离四伏器装备工厂后, 将更加专注于其核心的晶片设计与研发业务, 有助于其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核心竞争力。 另外,AMD高级副总裁Dan McNamara 5月中旬在接受韩国招写日报采访时表示台积电2奈米处于领先地位, 他们目前正在集中精力优化CPU能效和效能。 他们正在开发该处理器, 预计将于明年正式推向市场。 由于台积电在2奈米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他们正集中精力开发具备最高效能和能效的量产方案。 McNamara表示, AMD计划通过优化能效和效能来增加其市场份额。 每次推出新产品, AMD都会展示出能效和效能方面的优势。 他们正持续强化, 包括配套软体在内的生态系统构建能力, 助力客户高效部署人工智慧。 当被问及与三星电子代工部门合作的可能, McNamara表示, 尽管他们与台积电长期保持合作, 但AMD并非局限于特定企业的公司。 只要能够为客户提供最佳产品和服务, AMD可以与任何企业开展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三星是涵盖记忆体与非记忆体的综合型半导体企业, 而台积电仅专注晶圆代工业务, 两者在业务结构上存在差异, 但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共同具有高度影响力, 并在代工领域直接竞争, 因此营收第一的地位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从目前趋势来看, 两家企业的营收差距在短期内恐难缩小。 在全球半导体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AI晶片市场的需求变化成为影响企业营收的关键因素。 未来, 三星和台积电在AI领域的布局和表现, 将进一步决定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